有很多預期拘留的外國人 大部分是東南亞的這些勞工們 在被移民署警察局抓到或自首之後 就會放在臨時收容中心 台灣的政府單位用公權力 限制了這些人的人身自由之後 居然連基本的飯都不提供 曾經發現有案例是 連續三天只能喝水 靠喝水來維生 那目前身體的回報是 現實是沒有暗示的狀況 要收容就給辦 要收容就給辦 要抓人就給辦 為什麼一個犯的預期拘留的行政法的外勞 他必須得到一個刑事法的責罰 他必須被抓起來 關在收容所裡面沒有人身自由 你先剝奪他們的人身自由 你再說你們沒有錢沒有飯吃 如果我今天要闖紅燈 我被警察抓了 我其實就開個罰單而已 預期拘留其實嚴格來說也就是開個罰單 你繳了所謂罰款你就離境就好 但是台灣政府擔心這些預期拘留的外國人 他會再次逃跑 所以必須把他用刑事法的方式 把他關在收容所裡面 你有什麼權力先限制人家人身自由之後 還不讓人家有吃飽喝足的這個人生的需求 在這段臨時收容中心被收容的時候 移民署並不提供任何的食物 他們得自己想辦法 他們得自己跟同樣被收容的一起分一個餐盒 然後自己偷腰包自己想辦法 不然你就繼續餓 這個非常令人驚訝的發現 其實也是在最近有案子跟我們投訴之後才知道 我們沒辦法相信台灣的政府單位 用公權力限制了這些人的人身自由之後 居然連基本的飯都不提供 所以台灣一共聯盟今天來向移民署陳情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政府可以這樣限制人身自由 還不提供辦 我們如果碰到台灣的佛定假日 過年過節 或者是四個來源國他們的特殊節慶 譬如說潑水節 災戒月等等 過年這些等等的節慶 一年大概有多少節慶大家都知道 碰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通常積位一位難求 因為一台飛機只能做五個遣返的勞工 所以碰到積位難求的時候 這些一般正常狀況應該要遣返出去的 這些有錢有護照的受收容人 他們就會延湊遣返的時間 那這些本來應該要送往 在一週到兩週之內要送往 大型收容所的這些受收容人 會延長到甚至在現在 會出現在臨時收容所 待長達一個月的時間 待在臨時收容所 對這些受收容人來講 不管待在收容所裡面的時間 長或短 對他們來講都是一種煎熬 因為他們每天必須付 大約兩百塊錢的餐費 早餐五十元 中餐跟晚餐是七十元 他們一天大約要付兩百塊的餐費 就我剛剛來講一般最正常 最順利的狀況 他們是十五天內 有錢有護照的這些受收容人 會被遣返 那大家知道 他們最少最少 他們必須付三千塊錢的餐費 他們非常擔心 他們身上的錢都被扣完了 他們都還不能回家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決定 自己什麼時候被遣返 他們就必須餓著肚子 那這些有錢有護照的人 他們心理壓力都這麼大了 那我們來看看 沒有錢沒有護照 甚至身上有案件的這些人 待在臨時收容所 他們身心煎熬是多麼的大 因為他們每天必須厚著臉皮 拿走自己的自尊心 到處去跟同房的同鄉朋友們借錢 那借不到的狀況之下 我們曾經發現有案例是 連續三天只能喝水 靠喝水來維生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 應該跟移民署來呼籲 你有能力重裝上任 大量去查棄這些所謂的 刑犯不明的移工的時候 你就要有能力提供他們 維持基本生命所需的三餐 兩公約裡面清楚的規定 限制人身自由公權力 就要提供基本的 讓人活得下去的 提供這樣的服務 那我們要講 吃一頓飯是每天的事 吃一頓飯是七十塊五十塊的事 移民署憑什麼 可以因為官僚的怠惰 本來有預算的不申請 然後讓執勤的這些公務人員 然後自己掏腰包 讓這些被收容人覺得 是這些基層的公務人員的恩惠 有預算不申請 更不用講 憑什麼不編列預算 第二點在舊付款六十條裡面 其實寫得非常的清楚 這些預期居留的外國人 他的這些因為收容期間所需要的生活所需 其實就可以用就業安定基金來支付 但是因為這個錢很小嘛 因為呢對於移民署來說 現在他們有規定 幾天內就要移送到大型的收容所 他覺得這是一個小問題 而且這些人是哪些人 是藍領外勞 在一個強大的社會歧視底下 他們被收容 沒有人認為有問題 他們沒飯吃 大家也認為做活該 所以他的官僚在座在這個地方 因為一個小錢 所以他不想去申請 因為申請這些預算很麻煩 好我要做核銷 工人員想要 不想要做這些行政工作 所以就讓這些人在裡面餓肚子 這樣的官僚做法 是為什麼我們今天特別要出來看這個記者會 就算一個 就算只有一兩個收容人 在所謂的收容所裡面 他二個兩餐 我們都認為這是不被允許的 在昨天他回了一個公文給我們 他跟我們講說 因為這些預算是非常小的資源非常有限 我們必須考量社會觀感 再來看要不要給人 再來看能不能生這個預算 我覺得這是非常荒謬的 什麼樣的社會觀感 可以讓一群人在收容所裡面餓肚子 這個事情是很基本的事情 如果連這麼小的事情移民署都不能端正視聽 移民署都不能帶以一個公權力的身份 不歧視 不論他是從東南亞來的 不論他是港澳中國大陸的人 都應該提供給人家基本的辦 只是這麼簡單的事 這個就業普法是規定說 當這個我們市民移工在收收容中 他呢就是相關的一些生活必須是 由就業安定基金先澱付 然後呢再跟相關的這個人來做一個催討 那這個部分呢 目前我們只照這樣子的一個法令的規定 在進行的